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今天港股全日走势向下 而且跌幅是非常大的 跌到26,200水平以下 全日的成交額更加上升到2680億 近來是一個非常大的成交額 比起上幾次市跌下來 成交額明顯大了 反映整體壓力很大 現在去看恆治,自從去年9月份低位23,124點 開始升上去到今年的2月份 高位見過31,183點的水平之後 在這個紅貝市的出現下 整個市場就一直跌下來 雖然早段的時間指數也是 站在28,200水平樓上 但隨著28,200這個重要關口的失手 指數在近日來說 在中美的關係越來越差 再加上內地方面 整體行業監管的風險 越來越明顯下 無論是說一些科技類股份 教育類股份 甚至今天來說 都是受拖累的物管股也好 都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跌幅 現在去看整個市場 下到現在26,200的水平 如果以去年9月開始形成的升浪計 回調回61.8%的回調目標 26,200也剛好跌到水平 看看現在這個水位 有沒有足夠的支持 若果在短期內 指數都是繼續維持 26,200到26,000的水平 浮浮沉沉沉的話 或者有做 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逐步收窄 才有機會真真正正見底 因為很多時候 當市場出現一個急跌的時間 不可能立刻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反彈 好像是7月初那段時間 指數是落到28,600 隨時是反彈 我相信現在的走勢上 在上次的反彈 升不穿過20天的二六平均線底下 並且逐步向下試低位 現在來說 很大機會是26,000點的水位 會成為一個短期的防線 可能跌到這些水平 能夠站穩之後 市場的有望真真正正見底 現在我們看看投資者 不要太心急去進行一個鬧底 亦都是建議投資者 在現在這一水平來說 拿著現金的 繼續拿著先 如果是拿了一些 跟指數相關的股份來說 就要看看是屬於哪類的 如果是中資科技類股份 我都建議一旦有反彈的話 其實都應該要去減榜 因為始終這個監管風險 對於一眾中資的科技類股份來說 絕對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投資者在現在這個時間來說 暫時應該都要前保財為主